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5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美国卫生部长访台 王毅继续说软化 这个标题一看大家就知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涉及到 中美关系 两岸关系 美台关系,这是个三角关系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分析一件事情或者分析一个事务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把它放到一个框架里面去 放到这个框架里面就知道 这件事情的边界在哪里 然后这几件事情或者是这件事情 它的内部有什么潜在的关联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说潜台词,我们已经有的框架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预设,会有预设的一些背景 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 会相对的清晰 那么今天这个主题就涉及到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 两岸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框架 我们来说新闻 美国在台协会AIT发布声明,美国卫生及 公共服务部部长 Alex Aza 将于近日访台,这是1979年以来 访台阶层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 算是最高吗?基本上大概是这样 克林顿的总统的时候,那么是2000年 安排了运输部长 Sleder 然后是奥巴马,在2014年 安排他的环保署的署长 McCarthy 两位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 那么 Aza这次是,他在内阁里面,他排得比较靠前 但是其实都是部长 都算是部长,所以 讲他是最高级别呢,就是让新闻重要一点 但其差别不大 但是 但是 这一次美国的卫生部长访台 和前面的 部长访台 有非常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 2018年 川普总统签署了两个法案 一个叫台湾履行法 第2个法案叫国防授权法 这两个法案实际上 就是规定,就是美国的政府官员 可以用官方的身份访问台湾 那么在此之前 1979年 中美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利坚合纵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那么 美国向中国承诺和 台湾不会发生官方的关系 他只承认一个中国,那么一个中国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他避免美国的官员以官方身份访问台湾 也就是说就算是克林顿总统 或者是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安排 部长去访问台湾 都不能算是官方的身份,虽然他是部长 但是 到了川普总统的时代,他签署了这个法案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官员可以用官方的身份 去访问台湾,而且他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官式行动 或者 中国大陆的语言叫正式访问 都叫正式访问 那么这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其实根本的区别在这里 美国政府的所有的官员或者是政府行为,他们后面都一定会有一个法律 去支持他 没有这个东西的支持,他不能做 所以 所以你看很多文件 他下面都有会附一个 相关的法律 在这里 那么 台湾外交部证实 Azer 阿萨尔 一个要见这个总统蔡英文 还要见外交部长吴钊燮 卫生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 然后参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和国内的医疗卫生专家对话 强化 台美的防疫和医卫合作 这是他的访问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那么表示 此次阿萨尔部长来访 是2014年以来美国再度派遣阁员访问我国 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 排序最高的美国政府序阁员 足证近年来台美 共同努力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那么这个政治事件 我们有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呢就是 大家还记得博尔顿的新书吗 《事发之史,白宫回忆录》里面讲了两点 第一点 习近平和川普总统 在G20峰会上见面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提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美方不应该向台湾军售 就是出售武器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美国不能够让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 她在表达中是这样说的,她说 这两件事是维席两岸稳定的重要的关键点 她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还说什么呢,还说这个 川普总统会放弃对台湾的支持 我先讲这本书 这本书因为涉及到 涉及到白宫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先把这事讲出来 作为一个背景,大家准备参考一下 那我们来分析这个新闻事件 这个新闻事件第1个 川普总统安排卫生部长访问台湾的意图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个目标,三个意图 第1个 向台湾取经,寻求支援 那么在疫情这个领域呢 那么台湾是模仿生,毫无疑问,台湾在疫情的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 全世界有目共睹 那么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吧,我用这个习近平的话讲 反映了台湾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以川普总统的性格 他谁都不相信 所以 就去台湾 派卫生部长,你去台湾看看 看看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的 这是第1个 这是第1点 就是 向台湾取经,寻求支援 这是第1条,第2条 当然 派一个内阁的阁员去台湾访问,毫无疑问,川普总统知道 知道影响吗?当然知道影响 习近平不是提前已经跟他说了吗 两岸关系稳定,这个中美关系稳定,这个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够 搞太多的花样 川普一听,原来是这样 卫生部长去台湾 肯定是向北京施加压力 而且向北京施加一个不要钱的压力 很重要,不要钱 就是为而不打的战术 我讲这个话,背后就有一个框架,什么框架呢?就是我们昨天的题目 昨天我们的议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川普总统不打算 对中国采取实际的 措施 就是 实际的措施你要花钱,要花成本的 那么基本上派一个部长去台湾访问 那基本上是 不花钱 就是 没有成本的 施加压力 所谓的为而不打 就是川普总统不想发生 中美之间发生接触和具体的战斗 所以呢 因为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 那么拍个阁员去台湾 这个动作呢,又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但是又不会发生具体的战斗 然后又不花钱 挺好 我觉得这符合川普总统现在的心态 样子又很好看 而且大家可以延伸解读 所有人都可以延伸解读 推导一些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过去半年 川普总统 做的很多的行动 都有延伸意味 这个延伸意味就是你解读吧 往后面解读,但是我不一定做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反驳 反驳博尔顿的说法 就是我做这个动作 就是 博尔顿你讲 不会支持台湾吗 我就派个阁员去 不一定太支持 但是 但是至少大家会觉得你说的不对 这个符合川普的性格 川普的性格就是这样 就是我不能够,我得让你说我好 这是第一点 就是 川普总统安排阁员访台的意图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大陆方面的反应 大陆方面反应第一 雷声大雨点小 也是配合川普总统做习 因为现在 对于大陆来说 他也不想刺激 刺激美方 就说现在美国是 好像拿着斧子到处找茬,准备砍一下 那我就不给你砍的理由呗 就是 低调回应 也没有具体的行动,喊口号喊得很响 但是一般来说也没有太多的行动 这是第1条 第2条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 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非常的频繁 包括这个侦察机抵近中国海岸侦察 包括航母在 南中国海的演习,而且不仅自己去演习 还拖着其他的盟友一起去演习 那么他实际上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但是 你看中方的反应呢,就基本上 你进我退 你进我退,你一来我撤 你在南海演习,我去西沙 或者去西沙群岛去演习 这样我就避开,避你封王 避免擦枪走火 这是目前的态势 第三个 那么现在中美关系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台湾这边 蔡英文当选,高票连任当选 那么连任之后 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什么,就是 之前 大陆的对台政策基本上可以声明 之前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 失败 因为蔡英文总统连任 蔡英文总统不仅连任 而且高票连任 那么 大陆这边支持的一系列的政策,目标 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大陆这边对台的政策呢 就像 就开始 往下放 往下放 那么 那么 在对台这方面,因为他已经在高调的在香港那边施加压力 所以对台这边就基本上安静下来 就让什么呢,外围组织,比如说国民党啊这些 民众党啊这些外围组织,你先去抵挡一阵,支撑大举 我现在把重点放在香港 所以两岸关系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 那么美国这边呢,当然就没有闲着,美国这边就 急剧的 升温 今天安排卫生部长访台,就是升温的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表现 但是在美台关系升温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我们要分析什么呢,我刚才讲 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要 要有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 还有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处于低潮,那么大陆方面 相对低调,因为之前的失利 那么美台关系在升温,中美关系在急剧的对抗 那么现在是一个这样的局 但是在这个局当中,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的 我觉得是要搞清楚的 第一个 蔡英文总统访美 这件事情,蔡英文总统访美这件事情,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在现有的阶段,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这是第1个,第2个 美国对台军售 这 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习近平跟川普总统打底的两件事情 那么第1件事情 习近平可能会,川普总统可能会 行,不让他来,就不让他来 这算 这第1个放过,第2个 对台售 肯定会越来越多 就是会越卖越多 就是会越卖越多 级别越来越高 就从去年到现在 美国对台售武的这种武器越来越多 最近卖的是,最新卖的是什么,火箭炮 火箭系统 火箭系统可以达500公里 500公里基本上可以 对大陆来说影响非常大 那这一系统,一个宿舍就可以摧毁一个导弹基地 所以他影响很大 影响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 美国对台售武的级别会越来越高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这符合川普总统的胃口 为什么 挣钱 卖武器挣钱 这和川普总统的口味 这是第1个,第2个 还是那个,不用跟 中国直接对抗,我直接卖武器给他,我还能挣钱多好的事情 所以美国一定会持续地干这种事情 这是第2个,第3个 博尔顿在书里面认为 在他的新书里面认为川普总统会放弃台湾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川普总统不会放弃台湾,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 放弃台湾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台湾是第1岛链的关键点 这是一个 支撑,整个战略支撑,就是 美国维持西太平洋的第1岛链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关键点 如果把台湾一放掉 美国后面 整个太平洋,西太平洋,那就要往回撤 所以这个岛链是关键点,是不能动的,也是美国太平洋战略的一个要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糊涂到放弃台湾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所有人都不要搞错 误判 这是第3点,就是 两岸关系 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 他现在的局 就是一个这样的局 那我们下面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往前再推 推什么呢 外交部长王毅,他是国务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昨天,今天就接受新华社的专访 专访意味着什么,就是专门出来讲话 专访 讲什么呢 讲中美关系 那么这是一篇很长的话 很长的访谈 那么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王毅呢,还是说好听的 基本上是在说好听的,中间也不能够说得太 太明显,但是基本上是在说好听的 我们就是说软话 说软话呢,当然不能太软,毕竟这个新华社的稿子 中国媒体都要登的 这国内交代不过去,所以有些软话里面还得 还得放些硬化进去 但是这个话说给谁听的 川普总统听的 这是直接喊话给川普总统听的 他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说,有几点我就大概的 分析一下 先说内容 王毅说,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根本上讲,美国寻求 将中国打造成为对手,是严重的战略误判 是把自身战略资源投入错误的方向 中方始终愿意本着不冲突 不对抗,互相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与美国 共同构建一个 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这就是今天 整个讲话的核心 什么意思 我之前讲过,中美关系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什么级别的问题 中美关系出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当 当中国开始崛起的过程当中 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有两个感受,因为他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超强国家 他有两个感受 第一感受 我身边多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 对我的地位产生影响 他感觉到压力 这是第1个感受 第2感受 他发现 这个排第2的这个 经济体 他的战略意图并不是和平崛起 他要替代我,他要把我干掉 我感觉到了威胁 这是美国的感受 当美国有这两种感受的时候 他就开始重新定义这个 排名 定义这个老二,也就是中国 他原来觉得我要跟他合作 保持接触,改变他 原来这是美国的政策 我要跟他一起合作 接触就要合作 我跟他合作 改变他 改变他,让他改变成跟我差不多的人 现在从重新定义之后发现什么 我没有改变他 他在改变全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而且新的游戏规则没我的位置 他感觉到威胁了 那怎么办 我要对付他 这就是 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了,我刚才讲的中美政治基础失去了 失去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基础,或者他们中美之间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重新定义了 中国 他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中美关系出了问题 不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当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在各个领域 美国就会发现,发现什么 发现来自中国的威胁 从政治,从经济,从地缘政治 从科技,从教育等等 发现 到处都是 到处是中国 对他的影响 对他的 对他的这个伤害 他发现各种伤害 于是他就调整战略了 调整对华战略 这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政治现实 那么王毅这番讲话,目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目的,中清思想就一句话 要重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是他的整篇讲话 他是想重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是他传篇的讲话 他是怎么重建呢 他的讲话是 我们要回到原来 成立吗 当然不成立 你要重建政治基础没问题,其实 王毅提出来,我们要重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这是对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这没有错 但是他的方法不对 方法不对在哪里呢 中美之间已经回不到,中美之间在无论是美国也好,中国都清楚的知道 中美之间再回不到过去了 happy out已经过去了 happy out已经过去了 那回不到过去你要重新建立 但是呢 王毅就回避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要重建的话 你叫重新定义对方 那么王毅的整篇文章 他就回避说要重新定义对方的地位 为什么 如果真的要提出来重新定义对方的地位的话 那么中国肯定和原来的地位就不同 所以他就避免这么说,当他避免这么说的时候 整天文章的逻辑就讲不通 我继续讲他的文章 他这么说,面对中美关系建交以来最复杂的局面 我们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晰框架 这个 这个倒是靠谱 四个,第一 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 中国从来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的大选和内政,这是个表态 我不会影响你们的 大选 这是一个表态 第二 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什么都可以谈 这是第二,第三 拒绝脱钩,保持合作 第四 放弃零和 共担责任 他强调一点 他整篇文章强调一点 他说 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 是重拾冷战思维 这种散播政治病毒的做法,理所当然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这说明什么 说明 美国在检讨 检讨他的对华关系的 政策 就认为之前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这其实是谁说的 蓬佩奥说的 那么王毅就反驳蓬佩奥的这个 因为 因为蓬佩奥,因为美国政府有一个这样的基本的判断 他才会重新定义中国 所以 王毅的这个话 等于就是釜底抽薪,说你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那你去,如果这个看法不对 那美国就没有必要重新定义中国 那么当然,这是他的看法 那么他从几个方面讲了中美关系 第一,中美关系的脱钩和合作发展 王毅认为中美关系从合作 中美双方从合作中 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不存在谁吃亏 谁占便宜的问题 这是反驳川普总统的意思 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中美之间的合作不公平不对等 这种状况怎么能维持几十年之久 这话就不会讲话 为什么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美国人之痛 美国人就觉得 被中共骗了几十年 很憋屈 所以为什么拎着斧头到处找 找麻烦的原因就是,你骗了我几十年,你还想一笑而过,怎么可能,我得找点茶给你搞一下 美国人现在是这个心态 王毅这个话呢 就是欠抽 欠抽的这个话 这是第1个,第2个新冷战 王毅表示,当前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 他就不说为什么会有偏见和仇视 利用手中的权力 编造各种谎言 恶意抹黑中国,制造各种借口 阻撓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 讲一国两制 他只说了一句话,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然后讲这个外交战 王毅说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一直是中美友好的重要象征 美国此举损害中美关系,中方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 与美国打什么外交战 如果美方 还要一错再错 那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就是你关我的,我也得关你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华为 王毅认为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美国在全球不择手段的围堵打压 中国一家民营企业演绎了一场 教科书式的霸凌 美国并没有资格打造什么清洁国家的联盟 因为美国早已满身污污,污迹在全球全世界窃听监控其他国家的不良行径 已是世人皆知 但是 他没有提 TikTok 他没有提TikTok,他只说了华为 大家知道,一看就知道他在说华为 但是他没有提TikTok 为什么 可见 TikTok 和华为是不一样的 华为的地位绝对不是TikTok这样的企业 可以 可以相提并论,你看中共在 在各个场合 一提到华为 就说他是一家民营企业 肯定不是一家民营企业 南海争端 关于南海争端,他这么说,他说 美国在南海不断挑事 第二 一是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的承诺,这是美国在南海的一项的政策 第二,不断加大 和炫耀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两艘航母军演 第三,大肆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 联合 菲律宾和越南等等这些国家 他这么说,他说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能成为国际政治角力场 当前形势下,中方建议 建议 排除一切干扰,尽快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争取早日达成这一有利于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则 大概就是这些,还有一些我就不念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你从这个讲话能看出什么来 看出在 中美关系当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从王毅的讲话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三点 是他 他在这个讲话当中能看出来 中国最重视三点问题 第1个脱钩 脱钩是他整个讲话的重点之一,而且是整个讲话的 基础 那么实际上脱钩是现在中美关系的主轴 美国 不跟你玩了 首先就是不跟你玩了 就说 你别靠着我 你别赚我便宜 我不想跟你玩 这是美国现在的心态 川普总统的心态是这个 你赚我便宜 我不想跟你玩了 这个是王毅的 脱钩是王毅的论述重点之一 就是说中国最重视的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南海 南海是战略要点 所以 而且对中国来说,南海这个点 影响很大 为什么 大家别忘了 南海不仅仅是其他日本其他国家,亚洲国家的一个 这个交通枢纽,也是中国自己的交通枢纽 所以南海这个要点 对中国来说是个影响非常大的事情 这是第2个 所以 川普总统把南海变成热点,从战略上来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你从中国的反应就知道 第3个 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什么 外交战 在外交战上面,你可以看到王毅的态度是寸土不让 还非常强硬,奉沛到底 奉沛到底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个原因,第1个 外交战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中美关系 它有战略影响 而且 它是个战术动作 作为一个战术动作可以产生战略影响,这非常的 就是 这是一件非常便宜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会非常的强硬,原因就是防止你在战术动作上 产生战略影响 而且这是第1条,第2条 在这个领域 中方也有牌 在其他领域中方没牌 在这个外交战这个领域,就是你关我的,我就能关你的,因为你在我这也有 总领馆 所以就是 他基本上 就是我们讲,基本上势均力敌,你有一个,我有一个,你关我的,我就关你的 他有牌,有牌能打 所以他就能够强硬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你看中方的很多反应,它跟什么有关,跟实力有关 这是第3 你可以看到中国最关注的关注点,一个是脱钩战略 一个是南海 还有一个是外交战 香港不是重点 为什么 香港他已经把所有的动作做完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方和 和川普总统 肯定是有默契 所以他不重点提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第2 就是王毅讲话的战略要重点 重点在哪里 第3 说软话 王毅这个讲话基本上在说软话 他当然是跟他之前的这种战狼式的表态有关,相比 这算说软话 第1,说软话的方式明显不同 就是 以说法为主 表态为辅 就是我提出方法,我提出我的说法 这是第1个,第2个 说话的对象不一样,以前战狼式的表态 是说给国内小粉红听的 这次的说话直接喊给 川普总统听 这是第2个,第3个 出发点不同 原来战狼式的表态其实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只是为了表态 表姿势 做知识表态 其实为了宣传洗脑用 这次要解决问题 就是要建立政治基础 讲到底就是要回到原来 主要是防止什么呢,中美关系的失控 其实中美关系已经失控 那么第4 川普总统想听什么 虽然王毅是喊给川普总统听的 但是川普总统其实他到底想听什么呢 川普总统就想听两件事 第1件事 Show me the money 川普总统其实他对政治无感 那么这些政治陈述,老实讲在川普那里听不进去了 他怎么会听你这句话,没用 这种喊话,王毅的这种喊话没用 就算是川普总统的幕僚 他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就算讲给川普总统,川普总统也不会听 川普总统只是想show me the money 这是第1个 第2个 川普总统想听什么呢 想听他能够得到实力的东西 你这讲了半天 我能得到啥 我啥都得不到 不听 你必须给我听show me the money 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实际利益 你有实际利益,中美贸易谈判行,我们这个可以听一下 王毅的整个讲话,最大的败笔在哪里 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协议,一句话都没讲 这个 这个是川普总统想听 所以这个讲话,我觉得效果不明显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讲话,我们的分析中美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关系是个什么样的 形态 他希望朝着哪个方向走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么总结一下 第1 川普总统派卫生部长访问台湾 没有本钱的好处 不花钱又能够达到战术效果 这是川普总统的想法 王毅说软话,向川普总统喊话 但是希望重建中美关系 但是 没有提出可 可行的方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这个讲话 只能我们通过这个讲话可以分析中方的态度 和想法 其他效果不明显 好吧,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今天点赞有点少 请大家支持我们点一下赞 这是第1个,第2个,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就不要聊天,因为我们今天讲中美关系 讲中美关系呢,我相信很多网友都会有 想法 那么请大家把你的情况,问题,观点都讲出来 好吗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沟通效率 好吧 OK 那么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请大家检查一下 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 这是第1个 第2个,请大家点亮小铃铛,参加我们的直播,我们最近好像直播的人少了一点 那么尽量的来参加直播,参加直播有两个好处,第1个好处 没有广告 第2个好处可以互动,参加互动 所以 我希望大家尽量的来参加这个直播 对理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有很大的帮助 好吗 OK,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 互动 鸣谢一下 谢谢 谢谢,请王先生和美西吃鸡蛋甜酒羹 加油,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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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王Sir喝一杯日本冰茶 冰抹茶拿铁,谢谢 好,我们进入互动,观点 未来两周内,东沙军演和贸易谈判 加上美国政府团访台,三件大事,OK 观点,美国卫生部长去台湾应该是拉台湾 去一个美国要建立的全新的全球卫生机构 反正台湾本来就不是WHO的成员 美国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吗 这件事情要等大选之后吧 没那么快了 观点,这就对了,要做好防御,一定要去一些防御工作做的好的国家去取经 然后综合自身的特点 做出正确的方案,如果疫情控制不了 经济不能重启 川普连任危险 观点 卫生部长按照CCP语言系统,虽然是个部级干部 但我觉得这次除了主要的卫生事件外 也是深入 探探台湾的情况 中美关系日趋恶化,而且将来两任任期内都不会有实质的改变 美台关系必须更加紧密 现在日本正在准备加入五眼联盟 美台关系变热 都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战略计划的延续 至于中共外交部,别狼嚎了,这场戏没你们的事 没你们的场 强化美台关系 当然是 当然是川普总统 整个对中国战略的其中一个环节 这个不用 这个 不需要太 太深入的分析,就一眼能够看出来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 在美台关系当中核心有两个要点 第1个要点 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这是第1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意思 1979年到现在 在川普总统之前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其实还是很密切 美军一直在台湾是有一个具体的存在,只不过非常的低调 也不说 但是 美国在协防台湾的问题上一直处于模糊的状态 就是模糊理论 就是 我们会按照台湾关系法等等,讲一堆这样的 不清晰的信息 这个不清晰的信息和另外一个信息是搭配的 就是 不希望台湾 制造麻烦 为什么李登辉总统会被 被称为麻烦制造者,其实那个时候李登辉给美国也带来很多的麻烦 因为 因为 李登辉的一些策略让美国也很难办 所以 李登辉总统就有一个绰号叫麻烦制造者,这当然是大陆给他安的名字 但其实美国人也挺认同的,因为他很麻烦 因为 美国在台湾的协防台湾的问题上一直是采取一个模糊的态度 他既不说我不协防 他也不说我明确说我会保卫台湾 他不说这个话 不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希望台湾不要,你不要说我协防你就宣布台湾独立,那不是早茬吗 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美国逻辑就是 台湾你 你维持现状 不要搞麻烦,不要宣布独立 然后呢,我也不具体的讲会不会协防你 但是呢 我在这里提供实质性的支持给你 但是你也别给我麻烦 这是美国一直以来的立场 当美台关系升温的时候 其实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 凝确 就是所有人都会,包括台湾会问一句话 你到底会不会保护我 你让我跟你走,行没问题 但是你得承诺一点 这个跟韩国跟这个日本不一样 美国非常明确的 指出 他会保护台湾 保护日本 会保护韩国 这是我的盟友 你们不能动 台湾他没说这样的话 没说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实际上 美国是在某种程度上容许 大陆 就是北京方面 对台独进行遏制 大陆不断的在说一句话 你要是台独 我就打你 我就武统 所以实际上美国也不希望台湾再宣布独立 因为他宣布独立一月是什么,两个关系会恶化 如果产生军事冲突的话,美国就会被牵扯在里面来 美国并不希望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讲的是川普总统之前 美国政府的立场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好了 到了现在 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美台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问题来了 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 美国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非常清楚美国一定会协防台湾 但是美国就不说 但是怎么着,你得交个底 就这个问题,这是第1个问题 第2个问题 美国需要台湾 跟随他 建立一个联盟关系,从第1岛链,大家很清楚啊,从这个日本一直下来 从韩国 从韩国,从日本一直下来 一直到菲律宾下去,这是第1岛链 他要台湾加入他的联盟 但是对台湾来说 台湾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中美之间冲突到某种程度的话 大陆方面会不会铤而走险 用武统来解决国内问题,又来解决中美关系问题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 我可不想当炮灰 台湾有个这样的疑问 那么台湾这样的疑问 对于台湾人来说 他不愿意成为 中美关系的牺牲品 美国会给什么样的承诺 什么级别的承诺 给台湾 美台之间他需要 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这个新的平台 这和之前 中美关系还不错的情况下 那个关系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第1个 美台之间他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第1个问题 美国你要不要协防台湾 这是第2个问题 美台之间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 怎样的级别的关系 感觉土共是游击战思维,敌进我退,敌退我打,表现的就是王老师说的 一掐脖子就软,一松手就硬 当年国共之争就是靠这个生存下来 感觉美国对这种无赖手法的选项不多 假如你说的是真的,这个网友说的是真的 就一招就够了 你说对这个无赖的手法选项不多 就一招 什么招 又还是用中共的那个游击战的打法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就可以了 我说中美之间实力悬殊 实力悬殊,你一掐脖子就 翻白眼 一松手就吹牛逼,没问题,你搞你的,我打我的,我想打哪我就打哪 就行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不用跟他讲道理,没什么道理可讲 观点,在台湾驻军与台湾建交是美台关系的大势所趋 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政府 美国如果放弃台湾将失去全球领导地位 失去现有的金融和安全秩序 是输不起的一件事情 OK 观点,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在逐渐转向由 蓬佩奥主导,取代川普主导的混乱外交 蓬佩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访问欧洲团结盟友 第二件事情是对话新加坡,印尼外长 在南海形成联盟 可以看见 外交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 对中国的限制 目前的最大的变数是11月总统和政府换届 如果换上拜登政府,所有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将全部重新洗台 情况,在美国推动下,日本加入了五脸联盟,已经加入了吗 由此可以更加牵制中国,这也是川普打压CCP的方式之一 观点,台湾就是美国政治家的一张牌而已 他是一张有限,拿上去 一把那一张一张来 你是不是一张牌呢 你是谁的牌呢 不要去这样说别人 说这个话就有一种优越感 就是你就是一张牌 那好像你不是一张牌呀,所有人都是一张牌 对不对 所以 我不喜欢这样说 观点,说台湾是棋子,都是大陆的loser 你看现在中共手上有什么棋子,朝鲜 胡强都胡不住 观点,很多人只看见西方的制度 但是并没有看见这个制度的源泉 就是思想启蒙用度的现代化思维观念 建立和对封建糟粕的摒弃 这也是为什么洋务运动开始 一直失败的原因 观点 川普是这些年来唯一一个没有把国家拉入新战争的总统 反而结束了很多对抗,我赞同他对 任何战争,甚至国际冲突的保守态度 战争不应当作为唯一手段,或者 失去耐心的手段 观点 不战争没错,给敌人知道你不考虑战争你就废了 这话也对 观点,美国做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因为武汉病毒而向中国宣战 和要求中国废止香港国安法 如果美国不做这两件事情,那么美国就残废了 从此就不要活了 观点 军机越过海峡中线绕台 台海平衡已经不复存在 CCP抛弃中英联合声明,CCP抛弃三个联合公报,巨号 你想说什么呢 观点,其实中美之间有条战线 新疆、西藏、香港在中方那边 台湾、南海在美国这边 这个没讲清楚 你能再讲清楚一点吗 观点,华为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工具 而TikTok只是提供数据的小企业而已 对中国而言,不缺提供数据的企业 凡是与通讯和网络有关的企业 都具有提供数据的数据库 观点,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 美国金融公司在香港是最赚钱 比中国在香港赚的还要多 川普怎么敢碰香港,所以 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事,不能碰 美国全部人的退休金就放在股市 所以香港对美国太重要,所以习近平一点都不怕 你是想当然吧 你是想当然吧 你有数据支持吗 你肯定不了解香港的金融市场 和香港的金融业 所以才这么说 所以 我不反驳你 但是我敢肯定你说的不对 提问,王老师好,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字 文化不如台湾 古文化不如日本,请问王老师的看法 网上很多这种 就是 很多这种比较 就是说把一件事情一归纳,然后就排队排序 你老大我老二喜欢做这种比较 基本上 我问一个问题 假如是大陆 那么大陆很厉害,是不是你就厉害了 其实不是吧 理解吗 我在推特上经常看到一个 定期就会出来的这个 定期就会出来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 一个美国人在批评这种 这种 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或者是文化优越感 或者文化自信,批评这种文化自信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 大陆厉害 或者是台湾厉害,或者日本厉害 我们说日本的文化很厉害 是不是意味着 你面前站的那个日本人 文化就很厉害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讨论这种 我们讨论这个层面的事情 一点意义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什么 做好我自己 像我的国家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烂得一塌糊涂 这一点都不妨碍我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一个日本人 日本战败了 这一点都不妨碍我成为一个 成个厉害的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所谓的文化自信也好 所有的精神层面也好 那些这种比拼 其实真的没有意义,我在我推特上看到很多人喜欢搞这种 搞这种讨论 这种讨论真的是浪费时间,有时间多看两篇文章更好 你说呢,好不好 所以不要去讨论这种东西 把你自己的书念好,比啥都强 你说呢,好不好 观点,因为疫情在家听了很多王先生的节目 这半年重新整合,改建了我的世界观,祖国观 被蒙蔽多年,对台湾同胞和台湾人民 有太多的误解,向他们道歉 也向他们致敬 OK 好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大陆学习的方向来之不易 在人均GDP一万五千美元之后,民主化是保住经济成果的唯一选择 然后近年大陆的政治体制演化 却与客观规律背道而驰 驰早会出现激烈的冲突 这有点机械论 政治 政治和经济 密不可分 我们经常喜欢把一些 一些事情做一些简单的嫁接 把它变成一个因果关系 他们有关联 但很多事情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我们举个例子 中国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什么 改革开放就是体制的转变 就是由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 那么在政治上呢,中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上,政治上越来越保守 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在经济上开放,我必须在政治上保守,我才能保住 我才能有足够的权力确保这个改变 平稳 过渡 否则就会出现混乱 其实很多中国人是支持这个理论 就是我在经济上要开放,我在政治上要保守 我要收紧一点 特别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接受这个理论 但这个理论其实不对,为什么 因为你政治上 越来越保守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经济改革会失去支撑 经济改革是什么,经济改革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经济改革核心的东西就是利益 就是政府要放弃自己的利益 放弃我的权力 对政府来说,权力就是利益 你比如说 我要让市场主导 我们所谓的市场要素的这个流通 我要放弃主导地位,让市场 去主导这个 资源的流通 意味着什么 因为政府要放弃很多权力 甚至要放弃很多的资源 那么政府官员就会什么 就会没有那么多权力,就捞钱没办法,没有渠道 就说你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件这样的 如果你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你的权力越来越大,你还会放 放弃这个权 这些利益吗?不会的 所以实际上呢,这是个矛盾 但是呢 大家喜欢接受这种适时而非的这种说法,说我在政治上开放,我在经济上开放 我在政治上就要保守一点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 在我们现实当中 你去不求圣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其实是错的 你认真的去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是错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内循环 内循环 内循环我们讲了几次 但是还是有网友提这样的问题 我看到很多网友在推特上在讨论这个问题 内循环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看过去,我们经济 我们现在这个内部需求已占GDP的50几,将近60% 那么外部的需求只占11%不到12% 那如果我们中美关系没搞好,我们就内循环嘛 看过去也就稍微的减少一点就算了 然后就很多,你可以看到 政府很多部门现在开始部署的,怎么样去把内循环做好 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事实不是这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举什么例子呢 服装厂 服装厂 中国的服装世界无敌 中国做的衣服,全世界最多的就来自中国 中国生产了多少服装 全世界60%的衣服都是中国人做 中国买 10个人的衣服里面有6个人是中国做的 中国人做的 那包括什么 包括中国的厂子跑到其他地方去开的 都算在内,中国人生产了60%的衣服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内循环意味着什么 中国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服装厂要倒闭,为什么 中国人穿不了那么多衣服 中国生产了全世界60%的衣服 是全世界,所以中国有 有生产60%的衣服的厂子 如果你要内循环意味着什么,你只能生产全中国人民,14亿人口穿的衣服 那14亿人穿的衣服跟55亿人穿的衣服,能相比并论 不能相比 而且你很多是跑到欧美去 那是贵家衣服 中国人穿不起那衣服 所以意味着什么 中国至少50% 可能60%的服装厂 都要倒闭 那意味着什么 失业 服装厂 大量的 大量的都是工人 产业工人 你这一倒闭就大量的失业 这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 内循环意味着什么 内循环首先意味着,我们不说别的,投资啊 技术啊,产品啊,市场啊,我们不说 我们就说这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内循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能中国经济底线的99万亿 你内循环可能就变成了 40万亿 可能你的经济规模一下就缩下来 所以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事实而非,你一定要找到 他们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是有因果关系的关联,而不是仅仅是 我们觉得,啊,经济上的开放,意味着政治上的保守 这是不对的 提问,川普此时派卫生部长访台,是川普拍脑袋决定的,还是后面有一系列的组合选 不知道 白宫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博尔顿那本书会说一下 那我真的不知道 这很难猜 经常有川普的支持者 认为川普在下一个大棋 我们就有点 下围棋,这边下一个子,那边下一个子,这边下一个子,这边下一个子 我们看不出来,可能过了三年以后,哦,原来这些子都是有用的 我希望如此 但是我觉得不像 我还是觉得 博尔顿的话讲得有一定的道理 川普的大脑里面 就是无数个点 没有关联的这个点 就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海岛一样的点 你说那是个大棋,也许吧 好吧 提问,昨天没赶上直播,关于美中下周贸易磋商,王老师的判断是 川普的小算盘又响起来 不过王豪里想,有没有可能是美国通过这种正式的流程 审核贸易协定履行情况,为下一步制裁提供实据 有可能 有可能,但是 通常 通常情况是什么 好的不灵丑的灵 就是通常你往好的方向想,再往坏的方向想 好的方向想的通常都不发生,只会发生坏的方向想 我碰到的事情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提问,中国的婴儿奶粉出现很多问题,三具情案,现在居然出现了铁砂 当中国的底层人民因为全部因为上层的利益牺牲殆尽之后 对中共来上也是腹底仇心 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请王老师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是为了挣钱 挣钱没底线,在中国的企业挣钱没底线 他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个别企业 就是以现在中国的企业的生存状态来说 如果他守法经营 按照政府规定的一切,按照政府规定的所有的要求 去做的话 没有企业能够活下去 除非金字塔顶部,比如阿里巴巴、腾讯 那他可以活下来 但其他企业是活不下来 那怎么办 但企业还是活下来,生存意志很强 那怎么办 就放铁砂呗 就放三具情案呗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变成一个社会的普遍的规律 就是必须 做坏事 你才能活下来 这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 生存状态 他不仅仅是在企业领域 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就是你必须干坏事 你才能活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互害社会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这根源是什么 根源就是政府 为什么 政府为什么提出这些苛刻的要求 你看政府 中国的立法程序或者是规则制定程序 全部都是 执法者 制定 规则 所有的执法部门制定规则 为什么,我有权 我的独裁 独裁体现在什么 这就是独裁体现 独裁就是要我定规则 然后我来执行这个规则 那我在制定这个规则的过程当中,我当然有怎么研究,往怎么研去 而且我冠冕谈话 你说牛奶,牛奶你标准定高一点 怎么能不定高 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的问题,怎么不定 他就尽量定高一点 定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不是个博弈的结果 他是直接的,我定就是这样 所以牛奶的企业都没办法操作 没办法操作怎么办,就能去做假 能去做假,我可以抓你 我随时可以抓你 政府就是有无限的权利 这就是中国现在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整个的生存状态 政府造成了 观点补充,中美战线分野,就是新疆,西藏,香港属于中方势力范围 西方国家声援,但不会动武 南海台湾是美国会动武的,保护的 OK 讲不完了 超时了 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讲那么多,好吗 鸣谢一下,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 有生之年希望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照片不再挂在天安门之上 OK,谢谢,打卡日本,请王老师喝一 喝一瓶三德利的Sparkling Water 为什么要Sparkling Water 三德利有很多好酒啊 OK,谢谢 谢谢,打卡因果观点,放弃一切幻想,移民才是王道 省下彩礼钱,结婚钱 收房产首付,车子钱,拿来移民不香吗 好 谢谢,观点,移民要趁早,当你被家庭,车子,房子 困住之后 移民的代价就太大了,我目前没有房子,没有找对象的打算 没有车子,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人脉关系 对我来说,不需要放弃什么 没有任何可以绑住我这个自由的心 真好 很棒,观点 王先生 论述精辟,关切时局,用心良苦,令人感佩 王先生多次提及自己不是军武专家 但节目中确实 几次提到现代武器如辽宁号航母 与西线无战事的战史 典故,都不是很周延 所以建议王先生节目中还是少举 军武战史之力,以上之言,均为本节目,越做越好之考量,请王先生海涵 谢谢你的提醒 对,我不是军武专家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概念 有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要有实际的概念 有概念 跟变成专家,不是一个同一个级别的要求 所以你不要这样要求我,我也不会这样要求,如果我把时间放在 军武上面,我是做不了其他的工作 我会尽量的让我自己 掌握我需要掌握的 资料 好吗?谢谢,谢谢你的提醒 我也在这里讲一下 不是说我们在每个领域都需要成为专家,我们才能做判断 很多领域我们都无法成为专家 如果我们要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 是能够成为 权威式的专家 那么我们就要付出代价,付出成本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建立概念 好吗 好,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